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各位老師 大家下午好 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的中國傳統經濟按摩的學習班 這幾天就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上網 你們有到張張漢原始點的基金會的網站去瀏覽過嗎 我瀏覽過 你有看到他最新的聲明嗎 我沒看到 他發了一個公告 就是最新的2月18號 台灣時間2月18號發的 在我們這裡大概是2月18號 對不起 那個公告是2月18號發的 四個禮拜 然後 對不起 那個公告 我今天先跟大家說一下 基金會的公告 那是張醫師自己本人親自拍攝的一個視頻 播在基金會的公告上 他是說 未經張照漢本人及基金會許可 擅自使用原始點 牟利之個人 你看他念的 還有其他人的名字 有網站 個人的話 他是說美國李林 只能是我 然後還有呢 就說我使用原始點來開按摩店 開班授課 謀取利益 關於這一點 我覺得 因為我作為老師 作為一個按摩講師 那我在華藏學院的那個 教授原始點 免費公益教授原始點 已經有兩年多 兩年 我們是從2010年開始 2010年12月 那我跟我先生學到了 從那個DVD第一片上面學到了以後 我們覺得很好 那我們就在華藏 因為我們有過來這邊講弟子規 當時 那當時科佬他們是第一批 我們實驗的對象 我們就在他身上試 覺得真的也不錯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私下 當時沒有正式公開 像登報這樣教學 因為那時候我們 我不是按摩師 只是喜歡 又覺得還蠻有用的 所以我們經常拿六師姐 科佬 真師姐他們來試 那覺得很好 然後就有教 教那個教學 就是教那個徐師兄 有些有興趣的 但是因為規模很小 基本上也沒有做什麼 就是每週講弟子規的時候 講完弟子規 基本上都是幫老人公約的這些老人按摩 所以也沒有說正式的開班 那真正有在華藏開講弟子規 公開開講弟子規的話 是我依法拿到那個按摩執照以後 從去年 去年三月份 我拿到按摩執照以後 那我們有登公告 那作為按摩師 那我們是有資格可以在華盛頓州 在美國這樣 是可以在公開場合交授按摩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年多兩年了 我們在華藏一直在教授弟子規 那張醫師他是講說我們牟利 所以我想跟大家澄清的 那在座的各位有跟我兩年的 那就是柯老先生在這裡 還有像王慧民 我們的志工王慧民 還有Karen他們也跟我一年多差不多了 那他們都知道這個實際的情況 那我們在西雅圖所做的 所有的原始點推廣活動 全部都是免費的 甚至在我們推廣的教室 我們從來沒有擺放過一個募捐箱 很多人其實跟我提議說 要不要在那裡擺一個募捐箱 但是我跟我先生 我們都沒有同意 然後我們柯老也是長期免費提供這個場地給我們使用 因為我們不需要付租金 然後我的志工 我們培訓的志工他們也非常的發心 而且他們生活也很穩定 基本上都沒有人需要說要靠這個來牟利 賺錢養家 所以我們在華藏這裡做的 還有我們有去養育銀髮族 不要為我那邊做的那些推廣活動 全部是義務免費的 還有我們從來沒有跟任何學員收過一分錢的學費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你們來參加過好多次 像楊小姐有參加過幾次 我們這裡有任何人跟你收取過任何的學費嗎 沒有 我們華藏學院辦的原始點推廣學習班 唯一一次跟學員收取過一次費用 那就是張醫師 張召漢醫師本人去年來西雅圖獎座的時候 收取的每人每天十塊錢的餐費 那四十塊錢四天的獎座 這個四天獎座四十塊錢 我本人還有我先生 甚至那個徐師兄啊 徐太太啊 像主辦方的那個黃國雄 黃先生的黃太太 他們都有交這個錢 我們並沒有說 依靠開班賺取 甚至我們都沒有賺取白吃的那個午餐 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在做這個推廣的時候 唯一兩次破例 就是唯一一次擺放的 擺放在我們華藏學院的捐款箱 就是張醫師來的時候 他帶來的捐款箱 上面寫的是 張召漢原始點藤棟醫學 張召漢原始點藤棟醫學基金會 捐募捐箱 而且這個募捐箱是他們自己擺放 就在那個Bush Hotel那裡放 大家可以看前台那裡 然後他們 他帶來的人 跟他的隨行人員 每天報出報禁 我們華藏學院所有的志工 因為我們的會計是徐太太 她負責收錢 我們所有的志工 包括徐太太 還有我本人 我們從來不知道 那個捐款箱裡面有多少錢 我們也沒有去拆過 因為他們每天報出報禁 這個是事實 所以就說在我們所有的推廣活動裡面 那我們唯一一次出現捐款箱的 就是張召漢醫師來我們華藏做演講的時候 他們帶過來擺放在我們這個大廳裡面的 甚至更離奇的是 這個捐款箱擺在我們這個大廳的時候 有人捐款 然後他的隨行人員過來要求所有的捐款支票 是要寫舊金山的天聖佛堂 並不是寫我們華藏學院 所以直到現在我非常後悔的事情就是 因為張醫師他來西雅圖演講 讓我破例的 讓我們華藏學院這個道場 唯一做了兩次破例 就是擺放捐款箱還有跟原始點的學員收過餐費 所以他指控我說利用原始點牟利 這一點 所以我把這件事實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們從來沒有擺放捐款箱 也從未收過費 唯一一次捐款箱是張醫師帶過來的 唯一一次收費是因為張醫師要過來 然後我們沒有人員準備午餐還有晚餐 所以跟大家收了10塊錢的每天10塊 而且我本人也有教話 然後他講到我們怎麼更牟利 那我也想跟大家講一下 這兩年來我們華藏的那個推廣活動 就是原始點推廣活動 在我拿到執照以後是比較 就是公開了以後就人比較多 那個按摩床之前的按摩床是由我跟我先生捐贈的 一張開始是一張 後來兩張三張 後來我們到去年張醫師要來之前 我們又自費購買了 所以這裡所有的按摩床 其中有四張是我跟我先生捐贈的 那有兩張是一個學員捐贈 那從加州運過來的時候 那個郵費甚至那個郵費 還是我跟我先生出的 從那邊快遞過來 然後這裡的所有的那個紅豆袋 還有光盤 我們在講到原始點DVD的光盤也是 都是我先生在網上買的空白光盤 然後花時間把它刻錄 我們連傳統文化的光盤 加上那個原始點的光盤 大概我們上上下下有 課有上千張的光盤免費流動 我在華藏學院還有任何地方 發放的光盤全部免費 從來沒有收取過任何人的一分錢 那當然也有人在這裡的時候 有人拿了光盤很不好意思 要硬塞給我錢 我每次我都跟他們說 這個我們是免費流通 因為我們也知道 張醫師一再的公 在他的網站上也是說 他的東西都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也很敢配他 我也很向他學習 我們寧願自己多付一點也沒關係 所以還有小冊子也是 小冊子的話 去年大家如果有參加過演講的 張醫師的演講的也知道 他的隨行人員在會場跟大家宣布說 演講結束以後 你們可以去華藏學院每人一套光盤和書 當時現場公布 後來我去澄清 結果那一次他帶過來的 留在這裡的書只有50本 光盤只留了15套給我們 根本就大大的不夠 連我的志工都拿不到 15套光碟 所以這個後來都是我跟我先生刻錄的光盤 我們來發的 那小冊子是絕對不夠 他當時走之前的話 是答應說給我們寄過來 但是從此拿了我們西雅圖 西雅圖原始點教室的學員捐贈的 將近差不多1萬美金的捐款 走了以後就咬無音信 任何一本小冊子 一張光盤都沒有寄過來 那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很多人來問我 都跟我登記E-mail地址 要我寄給他 我說我沒有收到 那後來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是決定說自己出錢來購買 那大家知道張醫師他是說 他的光盤和書都是免費流通的 確實是這樣 那我跟我先生有去過基金會 我們去的時候是 前台的接待小姐就告訴我們聽 每人一套 每人一套 只有一本書和一個光盤 還是免費的 但是我們因為西雅圖 這麼多人 不可能我只帶一套回來 所以我和我先生是在基金會捐款了以後 基金會的人員才給我們 才分我們那你需要多少套 如果你不捐款 那就是每人一套 所以真正拿來牟利的 我不知道是誰 請大家明辨 那我另外呢 去年我在 因為八月份很多人問我要輸 所以我沒有辦法 那我女兒正好回中國大陸 我是在中國大陸的網上自己花錢買的 那個小冊子 然後叫我女兒帶回來 從中國大陸搬回來 那我跟我先生也是從 基金會那邊捐款以後 買的小冊子回來的 然後在這裡全部是免費流通 從來沒有哪一本書或者哪一張光盤 是賣給各位的 所以這個的話 我是希望你們如果有收到光盤和書的人 給我證實一下 那還有呢 就是我雖然說 其實這兩年齁 我們在西雅圖真的是沒有收過任何的錢 財 但是我其實我也收到了很多的朋友 就是學員的那種關心 愛護 剛才大家也知道剛才那個書小姐 她一來 她就送給我的一包什麼東西 我也不太清楚 那個叫什麼 那這就是我收的利 原始點毛利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證據 這個就是我今天 從一百公里以外 Olympia自費開車過來 然後收到的 來這裡免費花 從一點到四點半 又要講課 然後還要做按摩 收到的唯一的毛利的東西 就是 這是什麼 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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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 證據 這是證據 請張醫師看一下 這是我收到的 這就是我收到的 毛利 那當然還有 柯太太有 時常 偶爾又送我兩個蘋果 一會兒又送我一個什麼巧克力 還有那個王老先生 那個92歲的王老先生 我們幫他按摩很多次 然後血壓是降的 我也經常講他案例 按了以後 從一百 一百五降到 一百一又降到 九十九 當然這個不是用原始點按的 這是我們用 星報經 按的 這個我要澄清一下 所以他非常感恩 過年前 他有送我一盒巧克力 那巧克力 我連打都沒打開 直接就在廚房 那邊就分了 那還有 王慧民小姐 他也有送過我 一支樹雞過年前 後來我們帶去 跟柯老和柯太太分享 還有他有去年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我 去年過年 他送了一條 自己手親手織的圍巾 那個小小的小毛巾給我 那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學員 他們很感激 也送過一個什麼小南瓜 這麼小的小南瓜給我 還有幾顆西紅柿 像夏思姐每次來 他從他們家的菜園裡面 摘過幾顆西紅柿 偶爾他又給我一個什麼小餅 這樣 這些都是我從原始點 就是免費義務教學原始點 從中謀的利 請大家看一下 當然 我之前 我是在盧江文化教育中心做志工 從05年一直到08年 然後在北京內蒙那些做志工 一直大概有四年多的時間 那我的老師從一開始就教育我們 因為我在那裡做志工 被很多人誤解 他都覺得你很不可思議 甚至我自己的父母都覺得 人家年紀輕輕的時候 這是奮鬥的時候 為什麼你一分錢不收 一分錢不要 然後跑到那個地方去做志工 這樣你將來的生活怎麼辦 就是很擔憂 我的朋友 我以前是銀行職員 我在中國建設銀行 做了15年 那我的同事 他們 那個 大家知道銀行的同事 都是高收入的人員 他們都有房有車 都很好的那個收入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李玲會做這種事情 那我的老師在 盧江的老師周永山老師 他就跟我們講過 我們來盧江的目的 我們不是賺取今生世俗的錢財 我們是賺取往生的資料 所以 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是學佛的 聽得懂 那 所以我也在拿這句話 一直在鼓勵自己 在我做志工這麼多年來 所有的人都不理解 像我父母或者朋友的不理解 我都一直用這句話 那當然我也很感恩 我的先生給我很大的支持 因為有他 那我可以做很多公益的事業 因為他的工作非常穩定 所以 那我們家也不需要說 我出來謀生 所以我才可以做 長期這樣做的志工 那之前也是因為我在銀行的工作 收入很高 所以 那生活無憂 所以我可以做 我不是鼓勵說 我並不是說 大家都要像我這樣 一分錢不收 到處去做志工 然後讓自己生活潦倒 我沒有這個意思 所以 這兩年來 我在華藏學院做的推廣 全部是義務免費的 但是 我賺取了很多 確實賺取了很多的利益 像剛剛我們講的 這麼多學員對我的關愛 對我的尊重 然後呢 他們時不時會送一些 什麼小黃瓜 小紅西紅柿 或者點心給我 那我也非常的感恩 我也很珍惜這些利 這些學員送給我的所謂的利 但是我最感恩的是 因為我在這兩年的推廣活動中 一方面是講課 然後免費幫老人們 還有病人的按退的過程中 我賺取了很多 大家看不到的 那是我們國家說的 往生的資量 我也很感恩大家 提供這個機會給我修復 賠福